宁秀和沈氏都被扶出来,楚老太的老脸都黑透了,当即破口大骂。 楚清清,你这个小贱蹄子,好啊,真是烦了你了。 今天老婆子我,非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。 老大,老二,你们去把那个贱蹄子给我绑了。 大哥,清清,清清他只是个孩子,你们别和一个孩子计较啊。 楚老大恶狠狠地瞪了宋物一眼。 哪来的小兔崽子,滚一边去,我楚家的事,你个外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 这个臭小子,你说听不懂人话还是耳朵聋了,好果不挡道,不知道啊。 除了二的拳头还没有碰到宋物,就被宋物反手一掌揍得重重地摔倒,砸在了地上,一声惨叫。 徐明轩也赶紧上去帮忙,楚家人根本就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。 没两下,楚家人就全都被打得四仰八叉地翻在地上。 徐明轩立刻走过去,我们现在先把伯母背回屋里去。 徐明轩把沈氏背到床上,顾清清则拉过床上破旧的被子,帮沈氏盖在身上。 但是顾宁秀刚刚告诉顾清清,楚老太就在前两天将他们母女三人全都分了出去。 顾宁秀说,大姐,楚家人,已经收了那个张麻子的银子。 他们打算把我卖给张麻子之后,就把娘和妻妻母女二人分出去。 三妹,那楚家人要把你嫁给张麻子? 大姐,我不肯同意那楚家人就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。 后来娘来帮我,娘身上也被打得受了伤,娘死也不错。 乃何大伯他们害怕闹出人命,就把我和娘一起生到了柴房? 三妹,你放心,有我在,我不会让楚家人把你嫁给那个张麻子的。 大姐,明天张麻子就会来楚家接亲,楚家人肯定会把我交出去。 三妹,那楚家就算是收了银子,可是那又如何? 只要这个银子不是你收的,那楚家人就别想把你嫁出去。 很快须明轩就从外面回来了,顾清清看着须明轩买回来的这些东西,当即面上一喜。 太好了,有了这些,我就可以给大家做吃的了。 顾清清一边给顾宁秀拍背,一边道。 三妹,慢点吃,锅里还有呢,碗里的药是不够,我再去锅里给你盛。 三姐,这还有烤红薯,大姐烤的红薯可甜了,秦秦已经尝过了。 顾清清笑了笑。 不急关,你三姐现在要吃饭,烤红薯秦秦先吃,一会儿等三姐吃完饭,再吃这个。 顾清清看着楚秦秦乖巧的小模样,又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小脑袋。 返回去顾清清发现,宋武还坐在桌子旁边,桌子上的菜全都没动过。 宋兄弟,桌子上的菜你咋不吃? 宋武有些不好意思,挠了挠后挠勺。 我等徐武哥过来,和你们一道吃。 宋兄弟,这饭菜都要趁热吃才好,你只管先吃,倒是不必捅我们今晚。 楚秦秦立刻捧了红薯到沈氏跟前。 娘,吃红薯,甜的。 娘,这个红薯造坊里还有呢,你要是喜欢吃,我这就去给你拿一个过来。 不用了,娘刚刚也吃饱了。 吃饭的时候顾清清发现,两个人都只吃顾清清煮的红薯,还有凉拌的那盆萝卜丝。 宋兄弟,五弟,你们二人怎么不吃肉呢? 嫂子,你煮的这个红薯好吃,我喜欢吃红薯。 宋武则是夹了一块子萝卜丝,笑道。 嫂子,你凉拌的这个萝卜丝好吃,我喜欢吃你凉拌的萝卜丝。 顾清清看到这儿,顿时明白了。 他五弟和宋武两个人不吃肉,其实都是在把肉省下来,给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和他三妹吃。 三妹顾宁秀没有睡,这会儿仍然坐在凳子上半躺着。 看见顾清清过来,顾宁秀笑着就要起来。 三妹,怎么了? 没事,可能是刚才不小心。 碰到伤口了。 顾清清发现不对劲,连忙一把扯开顾宁秀的袖子,不由得惊得眼睛都呆了。 这鞋都是楚家人给你打的。 楚七七站在旁边,脸眶一下就红了。 大姐,大伯和奶他们用好足好足的棍子打三姐,流了好多血,三姐身上都是烧。 没事的,大姐,我没事,你别担心。 嫂子,我去帮你们好好教训一下,楚家那帮红张东西。 五弟,不着急,先在我三妹身上的伤药紧,还是劳烦你先去帮她抓药吧。 三嫂,那楚家那帮混蛋呢,难道就不收拾了吗? 五弟,楚家那群人肯定得收拾,但是倒不急于这一时。 顾清清猜得不错,楚家人看见宋武还在,确实没有人敢往这边来了。 顾清清走到顾宁秀的身边。 三妹,你要是累的话,就躺着睡会儿吧。 顾清清口中的话刚说完,听着声音好像是楚红杏的声音。 嘿,顾清清,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勾引男人都勾引到我们楚家来了。 你自己不要脸不要紧,还不知道从哪儿去勾搭了一个野男人回来,也不嫌丢人。 楚红杏越骂声越大,不仅骂顾清清,还骂顾宁秀。 果然都是一个娘生的,姐姐不要脸,妹妹也是不要脸的小骚货。 顾清清走出来,直接走到楚红杏跟前。 怎么啊,顾清清,你这个小娼妇,有本事勾引男人,却没本事承认啊。 啪的一声,顾清清扬起手,一巴掌就重重地落在了楚红杏的脸上。 顾清清,你这个小贱人,你竟然还敢打我,我跟你拼了。 楚红杏猛地一下往顾清清身上扑,顾清清身子灵巧的一闪。 楚红杏,我早就说了,让你嘴巴放干净点,否则我劲一次打一次。 楚红杏这下疯了一般地要去找顾清清拼命,只是这次,楚红杏连顾清清的衣脚都没碰到,就被宋武一脚踹翻在地上。 陶氏跑到楚红杏身边,心肝肉疼似的忙去扶住她。 哎呦,哎呦,闺女啊,闺女,你没事吧? 啊,楚老太监自己的宝贝孙女被打了,心疼得不行,对着顾清清就是一阵破口大骂。 你这个小贱蹄子,你长本事了呀,连你堂妹都敢打了。 现在倒是好,老婆子养大了你,你不知图恩就算了,你个白眼狼,现在倒是找了个野男人,和你一起来祸害我们楚家。 陶氏将自己闺女扶起来之后,也看着顾清清一阵的咒骂。 哼,辛苦的,你怎么就那么歹毒啊? 呸,不知道去哪儿勾搭了一个野男人回来,跟你一起打他。 三伯娘,这乱起歹毒来,我怕是还不如你和我奶呢。 顾清清说陶氏歹毒,陶氏的脸色当即一变。 呸,小贱蹄子,你说谁歹毒呢? 老娘可没你这个小贱蹄子歹毒。 顾清清冷笑出来。 三伯娘,我不过是打了楚红性两巴掌,就心疼了。 那我三妹呢? 我三妹和我娘可是差点被你们活活给饿死,还有我三妹身上的伤,你们楚家人打得我三妹浑身上下,没一处好的地方。 无论哪一点,论其歹毒,哥哥确实不是二位的对手。 陶氏和楚老太,两个人的脸色都是一阵红一阵白,特别是楚老太。 嘿,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。 土家院外听见动静,也来了一些围观桥热闹的村民。 楚老太听见村民们的议论,这下楚老太冷冷地看着顾清清,哼了哼,鸟声就走。 顾清清连忙上前让她别动。 三妹,不是说了让你好好躺着吗? 大姐,南和大伯父他们早了吗? 三妹别怕,我宋大哥他们在呢,放心吧,楚家人不敢过来。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,去镇上买药的徐明轩终于回来了。 顾清清看着门口站着的徐行,大意了一下。 相公,你怎么也来了? 不仅如此,顾清清见徐行手上,居然还提了一大块的肉,和几包用油纸包着的鼓鼓囊囊的东西。 徐明轩却在旁边笑着露出了一口大白牙。 哎,敢巧了,我今天去镇上抓药,刚好碰到从红颖楼回来的三哥,听说嫂子你在娘家,三哥就同我一道过来了。 嘿嘿,嫂子,这可是我三哥第一次来见她岳母。 难怪徐行会买这些东西过来。 说起审视,顾清清道。 相公,这会儿在屋里歇着呢。 徐行点了点头,徐明轩又忙把手上的东西递给顾清清。 谷弟,我三妹的事,麻烦你了。 嗨,三嫂,你和我还客气啥?你说我嫂子,那就是一家人,你们自己一家人,有啥麻烦不麻烦的? 吃完桂花糕之后,送我就说要走。 宗兄弟,今天的事情有劳你了,要不是你帮忙,我们怕是也不会那么容易的,就把我娘和三妹他们给揪出来。 三嫂,你这话可就对我见外了,明轩是我兄弟,你是她嫂子,你的事,那不仅是她的事,也是我的事。 女婿呢?娘听七七说,女婿也来了,只是探出脑袋,往顾清清身后瞧。 娘,三妹,相公确实是来了,不过这会儿相公他在造访呢。 审慎要起来,顾清清忙走过去。 娘,不急,相公既然来了,一会儿总能见到这桂花糕,是相公特意从镇上买来带给你和三妹他们吃的,我吃着还不错。 娘老了,也不爱吃这个,这桂花糕,还是你和秀儿他们姐妹分着吃吧。 娘,既然是大姐给你的,你就尝一口吧。 审慎点头,竟然激动得手都有些颤抖。 清清啊,娘上次吃这个桂花糕,还是,还是你爹没死的时候,是燕哥儿的生辰,你爹也买了这个桂花糕回来。 说到后面,沈氏想到自己的男人和儿子,撩起袖子,沈氏暗暗地抹着眼泪,沈氏似似乎想到什么。 清清,你能和女婿来看娘,娘就已经很高兴了,下次可不行再叫女婿这么破费了。 娘,放心吧,我和相公有分寸呢。 顾清清要去给顾宁秀抹药,于是走到了顾宁秀跟前。 三妹,我现在要帮你伤药,这药可能会有点疼,你先认一下。 终于帮他三妹抹完药膏了,徐明轩的声音也在外面的院子里传了过来。 三嫂,药已经煎好了。 相公和五弟帮你熬的药好了,我这就去给你拿过来。 另外一边,楚红杏从屋里出来之后,发现了站在院里的徐行。 那男的是谁? 楚红杏满是疑惑,暗寸着。 莫非那个男的,也是顾清清招惹回来的野男人? 陶氏拉着楚红杏的小手, 幸儿啊,这娘也咽不下去这口气嘛。 顾宁秀那个小贱人卖给那个张麻子嘛,张麻子都能把他给折磨死。 至于顾清清那个小贱人,等那个病秧子一死,他就成寡妇了。 到时候,还不是咱们想怎么折磨他,就怎么折磨他。 陶氏到底是年纪大,不比自己女儿沉不住气。 盯着顾清清他们屋子那边,豪室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。 今天就暂时让顾清清那个小贱人嚣张一下,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到几时。 陶氏,女婿已经来了这么久了,娘不去见她,倒是失了礼数了。 娘,这样吧,你要见相公,那我现在去把相公叫过来见你。 娘,三姐,大姐夫长得可好看了。 琪琪说的,可是真的。 顾清清出去叫徐行,徐行却只是看着她。 秦清,娘和三妹的屋子,我进去怕是不妥。 相公,娘和三妹现在都卧床养伤,他们起来不太方便,你第一次过来,总是要去见一下他们的,他们都说出来见你呢。 听了小媳妇的话后,而是跟在小媳妇身后,听见脚步声,沈氏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女婿,半天没有回神。 徐行见过岳母。 徐行对沈氏抱拳弯腰行礼。 呃,呃,清清啊,快叫女婿坐下。 徐行看了一下,倒没有嫌弃,也就坐了上去。 大姐,这是,大姐夫? 顾宁秀有些不确定的问,当下顾清清还是看着顾宁秀,点了点头。 沈氏上下打量着徐行,这才试探着问了出来,听闻女婿你身上的病是劳病? 娘,将公身上的病不是劳病,劳病是那些人误传的。 沈氏听了后又对徐行嘱咐道,女婿啊,既然你身上有病,也要注意好好的养着身子才是。 徐行看向小媳妇,嘴角微勾,没有住的,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都决定在造房凑合一晚上吧。 沈氏一听,当下忙道,哎,那怎么能行啊,女婿她们第一次来,怎么能让她们在造房里凑合? 沈氏,这样吧,要不娘把这间屋子腾出来,给女婿和徐家的那位小兄弟住。 顾沈氏连忙把沈氏拦了下来。 娘,相公和我五弟,他们两个都是大男人,在造房凑合一晚,也不碍事,可妻妻还小,三妹身上又还有伤,今晚你们哪儿都别想去。 听我的,你们只管安心在屋里歇着。 思考过后,沈氏提议,哎,沈氏啊,住屋里有几件破衣服,要不拿去柴房吧,简单的给女婿和他五弟铺一下睡的地方。 娘,这个衣服,我一会儿可以拿出去,让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,别在身上睡。 什么,嫂子你要住这儿? 三嫂,你不去屋里和伯母他们一起睡? 娘,他们那间屋子太小了,住不下那么多人,我今天晚上也在这儿跟你们凑合一下。 二人说话间,屋子突然一下靓腾起来,只见徐行坐在灶堂下,生了一堆火,徐行却走到小媳妇跟前。 晚上冷,我升个火堆,一会儿你坐在火堆的旁边就不冷了。 说话间,徐行又握住了小媳妇冰冷的小手,给他暖了暖。 哎,三哥,嫂子没来之前,我也冷,怎么没见你帮我升个火堆啊? 顾清清抿着嘴偷笑,顾清清走到火堆旁,坐下来,徐行也搬了一个凳子, 坐在了顾清清的旁边,徐行抱着小媳妇,怕她冷,又把衣服拿来,搭在了小媳妇身上。 天色逐渐大亮,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夜的徐明轩,只觉得脖子都快断了。 啊,嫂子,三哥他昨晚上怕你冷,可是一夜都没…… 徐行给了徐明轩一个眼神。 相公,你昨夜怎么了? 徐行还没说话,外面就传来了楚老太的大骂声。 顾宁秀,你躺吃呢?好歹今天也是你出嫁的日子,也不知道早点起来收拾书席, 果然是个幼娘生没爹养的东西,一点规矩也不懂。 楚老太的叫骂声再次传来,顾宁秀,还不快给老娘捆起来? 老婆子我可是费心费力,嘴撇子都快薄破了, 好不容易才给你找了一门这么好的亲事,你可不要给老婆子我不识好歹。 听见声音,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二人都被吓得不轻。 娘,那和大伯他们会不会又把三姐绑起来呀? 不会的,你姐夫和你徐五哥都在,别怕,别怕。 看见走过来的顾清清三个人,楚老太鼻孔,重重地冷横里上。 顾宁秀呢?还不快点把他给老婆子我叫出来? 要是耽误了及时,到时候不吉利,可别怪老婆子我没有提醒你们。 顾清清,乃可是好不容易才给三妹找了这么一门好亲事, 那张麻子可是村里的屠户,又在镇上卖肉的, 跟了他这辈子都短不了肉吃。 你三妹要是嫁给了他,那可是你们顾家祖坟冒清烟了, 八辈子才积来的福气,你可不要不识好歹。 是吗?既然这门亲事这么好,那你就去嫁给那个张麻子好了。 这等祖坟冒清烟的好事,我三妹怕是无福销售。 楚红杏被气的,小脸都发红了,楚老太更是一口唾沫退在地上。 嘿,你放屁,红杏他怎么能嫁给那个张麻子呢? 要嫁,该是那个顾宁秀嫁。 外面传来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, 原来是那张麻子吹吹打打的叫人抬着轿子来接人了。 张家已经来接人了,还不快去把你三妹和你娘都叫出来。 楚老太狠狠地警告了顾清清一番。 哎哟,张爷,你来接人了,我家宁秀一早就起来了, 就等着张爷你接他回去呢。 一回头竟然发现,沈氏和顾宁秀两个人从屋里出来了。 清清,怎么办,怎么办呢,那个张麻子已经来接人了。 娘,三妹,别怕,有我和相公他们在, 来他们休想让张麻子把人接走。 当张麻子的目光落在了顾宁秀身上的时候, 顿时一张肥脸就刷的一下拉了下去。 你们楚家人这是怎么回事, 不是说了今天把顾宁秀嫁给老子吗? 这他妈蓬头垢面的,也不知道收拾收拾。 那张麻子一来顾宁秀就吓得四四发抖, 楚老太连忙笑着解释。 害羞,害羞呢。 张爷,你也知道,大姑娘第一次嫁人, 能有几个不害羞的。 张爷,你说是吧? 张麻子鼻孔微哼着, 顾宁秀看着张麻子, 吓得连连就往后退了几步。 审氏也在这时候将自己女儿护在了身后。 娘,上次你就差点害死了,清清。 这次,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把秀儿给卖了的。 卖什么卖? 老婆子我那时给你家宁秀找了一门好亲事。 你这个当娘的,不替你女儿着想就罢了。 还不让我这个当奶的帮她打算? 张爷好不好,我不知道,但是你卖我三妹的这个事,这可是事实。 大家看看,我三妹这浑身的伤可都是楚家人打的。 顾宁秀身上的衣服没有换,还是那天被打的那事。 顾清清这样一说,大家这才发现,顾宁秀身上的衣服上血迹斑斑,触目惊心。 而她露出来的脸和脖子上也有伤。 小姑娘哭得可怜巴巴的去求楚老太。 奶,你不要把三姐搬了,求你,不要搬了三姐,不要。 这果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孙女,还真是可着劲儿的糟劲呢。 可不是嘛,这楚家人可真是够带毒的呀,祸害完人家儿子不算,这下连人家两个闺女都要一起祸害了。 你们楚家人可是已经收了老子的银子,老子可是白纸黑字给了你们楚家八两银子,你们楚家拿的银子还想赖账不成。 我三妹和我娘可没有收过你半个铜子,这东西谁签的,你找谁要人去。 楚老太,她到手的银子飞了,在一旁叫嚷着。 楚清清,楚家聘银都收了,就算你拦着,你三妹也是那个张马子的人。 顾清清则是笑出来,明知故问道。 哎哟,奶,你说你这都一把年纪了,我爷爷都还没死呢,这就迫不及待的想改嫁了,连聘银都提前收下了。 楚老太怒急,气得鼻子都歪了。 你给我听好了,整个楚家都是老婆子我说了算。 楚红杏也立刻跟着点头。 对,现在楚家当家做主的,是我奶,楚家的事也是我奶说了算。 怎么着,在我们楚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,还想一直赖下去不成。 奶,这个楚家确实是你做主,既然都已经分了家了,那你怕是也管不了我三妹的亲事吧。 再说了,我三妹姓顾不姓楚,也管你楚家人的事,关我三妹什么事。 沈氏这时也开口,娘,清清说得不错,我们母女已经被你从楚家分出去了,秀儿的亲事,也该由我这个当娘的做主。 听好了,你们楚家今天要是交不出人来,那就把银子退还给老子,要不然老子就把你们整个楚家都给砸了。 顾清清看着那跑出来叫嚣的楚红杏,故意开口道。 这位张爷,你不是想要人吗?我奶的孙女多着呢? 我家还有那么多她的亲孙女。 顾清清这话倒是提醒她了,张麻子眼睛一亮。 就这跟前的楚红杏看得就不错,那胸、腰声,还有那大屁股。 张麻子越看越满意,楚红杏却吓得连连往后退。 你看什么看呀你,要嫁你的是那个顾宁杏,你看我做什么。 你们楚家不想退银子也可以,她嫁给老子。 肥手一指,张麻子盯着楚红杏。 奶,你最疼红杏了,你不会把红杏嫁给她的,对不对? 陶氏也连忙走过来,将自己女儿护在了身后。 这张爷,您看您这话说的,我家红杏她怎么能配得上你呢? 她,她不过就是个乡下的醋叶丫头而已。 对对对,老婆子我还有另外几个亲孙女儿,可都比红杏这丫头强。 行了,少废话,爷今天就看上她了,银子我也不要了,现在我就要带她走。 蓝腰抱住了楚红杏,张麻子哈哈大笑。 兄弟们,走了,回家。 楚红杏一个劲地喊救命,又用双手很命地拍打着张麻子。 放开,你快把老娘给放开,老娘可不嫁给你这个又扯又老的东西。 滚开,别抱我,滚开。 楚七七年纪小,小家伙扯了扯顾清清的袖子。 大姐,奶他们还会把三姐卖给您个杀猪的吗? 放心吧,你三姐是不会再被楚家人嫁给那个张麻子了。 沈氏又看下了旁边的徐行和徐明轩。 女婿啊,秀的事儿,还多亏了你们大家帮忙。 要不是你们大家,秀儿现在怕是已经被送上了那张家花轿了。 娘,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 哎呀伯母,跟我们你还客气啥呀? 往后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你尽管吩咐就是。 做饭的时候,发现徐行有些不对劲。 你昨晚上没睡好? 嫂子,三哥他哪里是没睡好啊,他昨晚上分明就是…… 徐明轩口中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他三哥一个眼神吓得,把剩下的话都给咽了下去。 哎呀,也没什么,就是昨晚上大家都睡在造房,肯定啊,都没睡好。 面上闪过一阵儿的心绪,顾清清忙低下头继续剁肉,徐明轩也跑过来。 哎呀嫂子,你流血了。 手指突然被徐行温热的唇包裹住,顾清清顿时浑身一僵。 这顿饭,由于肉多,大家都吃得很是满足。 不宁秀放下筷子,开口道。 娘,想不到我没有吃饱肉的这一天。 娘,三妹,以后想吃肉,咱们也能吃。 就在这时,外面的院子里传了一阵闹闹哄哄哄的声音。 大姐,我会是奶和大伯父,他们又来了吧? 别怕,我出去看看。 没想到,顾清清一出去就看见,此时则是一个人掐着楚老大的脖子, 一个人踩在楚老二身上。 徐明轩看了顾清清一眼。 嫂子,现在这家伙已经在我手上了,你想怎么收拾他? 左上前去,顾清清用力地踹了楚老二一脚,徐明轩用力地按住徐老二。 给小爷我老实点,信不信小爷我现在就用这个刀在你脸上狠狠地划上击刀? 那个女人不是都已经被你们给救回去了吗? 你们现在到底还要怎样? 小爷我今天就是想要告诉你们,今后你们只要再敢动顾凝秀他们一根头发, 那我就废掉你们一只手,要是敢碰他们一根手指头,小爷我就卸了你们一条胳膊。 冷哼了一声,徐明轩一脚将出了二串飞。 看好了,这位是我三哥,我三哥是秀才,现在镇上的那位县力老爷,可是我三哥多年的同窗好友。 你们这些人,要是再敢对我三哥的岳母他们下毒手,小爷我就去县衙,报官去。 到时候,你们这些人作恶多端,全都是要下大狱的。 大姐,楚家人,当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。 楚家那群欺远怕硬的怂火,吓唬吓唬就老实了。 虎弟说得不错,经过今天这事,那群人有所忌的,应该暂时是不会再来找你们麻烦了。 回去的时候,顾清清看着徐明轩, 虎弟,那镇上的县力老爷,当真是相公多年的同窗好友。 嘿嘿,当然是假的,我想那个县力老爷,应该也不介意多认识一个朋友和兄弟。 三哥,你说对吧? 对了,五弟,你和相公怎么会突然跑去,把那楚家人给揍了? 徐明轩却突然笑出来。 嘿嘿,嫂子,那个楚家人以前,那么欺负你和伯母他们, 我和三哥今天就只是去揍他们一顿,还算是便宜了他们呢。 顾清清没想到,揍楚家人的主意居然是徐行想出来的。 几个人一路从楚家回去,还没走到徐家门口,远远地就看见一辆马车停在外面。 徐明轩觉得奇怪,一脸疑惑。 这谁的马车啊,怎么会停在我们县门外? 人群中有人立刻说。 哎,徐杰哥,听说县令老爷都来你们家了,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啊? 什么?县令老爷来了? 徐明轩脚下猛的一个踉抢,差点没摔倒了,梁氏一直在唐屋门口张望。 发现回来的徐行,哎哟,老三,你怎么才回来啊? 县令老爷今天来了,说是来找你的。 自从县令老爷来了之后,张氏暗中得意。 哼,最好徐行这次能被抓去坐牢下大狱。 发现徐行从外面回来了,县令老爷一见徐行就笑了出来。 哈哈,徐兄弟,你回来了? 裴兄,怎么是你啊? 徐兄弟,我今天冒昧灯门打扰,你不会怪罪吧? 徐明轩在旁边挠着后脑勺。 娘,三哥真的和那县令老爷认识吗? 呃,这事儿娘也不知道啊,没听你三哥提起过呀。 徐行和裴远修客套了一番。 徐兄弟,上次一别算算实践,你我二人,应该也快三年没见了吧? 裴兄,你怎么突然来这当县令了? 原本我是在清河县当县令的,上个月接到京城来的圣旨,才被皇上调到这边来。 只是出来这边,衙门里的事务繁忙,不过这两天忙完了衙门的事故,总算是有时间来见你了。 远修回忆道,当初,徐兄弟,你可是我们书院学业最好的一个,相识的时候,你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,考中的秀才。 前几天,我去拜访我们的授业恩师严夫子,他孩子跟我提起你呢。 严夫子,也一直对你当年错过会试的事情,感到很是可惜。 听到这儿,顾晶晶下意识,去看旁边的徐明轩。 古弟,相公的学业真有那么好? 嗯,三哥当年考秀才的时候,一次就考中了,村里头不少人考秀才。 都是考了好几次才考中的。 老三考中秀才之后,不仅咱们徐家的田庚和税妇都被官府给免了,老三每个月还能去县衙领取二十斤大米呢。 几个人正说话,徐行就和那个县令老爷从堂屋里一道走出来,快要到门口的时候,突然落在顾晶晶身上。 这位就是弟妹吧? 晶晶,快来见过裴大哥。 裴大哥? 不必多礼,我和徐兄弟相交多年,徐兄弟叫我大哥。 王后,你也随着徐兄弟一道叫我大哥即可。 张氏本来就在屋里黑着脸,结果徐长福回来还告诉张氏。 你知道吗? 刚刚我听咱娘说,三弟这几年,每个月都能去官府领二十斤大米回来呢。 什么?老三能去官府领大米? 就算那个县令老爷和老三是同学,在学堂读过几年书,也不可能衙门每个月都让老三去领大米吧。 你听我说,事情是这样的,你要说老三当年,考中了秀才,更是每个月还有二十斤白花花的大米补贴老三呢。 你说你啊,你有什么用啊?老三那个病鬼都能攀上县令老爷,老娘当初是瞎了眼了,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废物? 懒得再搭理张氏。 徐长福掀开帘子就走了出去,徐行他们在屋里。 顾青青打开盒子之后,没想到县令老爷竟然给徐行送来了笔墨纸燕。 翻开了几页之后,顾青青随口一问, 相公,这几本都是些什么书啊? 徐行却想到了裴远修离开前问他的话。 徐兄弟,开春后,明年的二月底又是三年一次的会试啊, 严夫子一直觉得你错失了会试很是可惜,你当真不考虑再去考一次吗? 哟,三哥,嫂子,你们都在呀。 哎呀,三哥,当初我一来徐家,我就看三哥你是个有本事的。 果然我没看走眼,你既然和县令老爷认识, 你去和县令老爷跟前说道说道, 让县令老爷随便在衙门给娘家大哥找一个什么差事来做。 不然,就凭我大哥去考科举,等他考中了, 那不至少也得弄个县令来当的?你说是吧? 真是见过脸皮厚的,却没见过脸皮厚成流失这样的。 弟妹,我一介不一,可插手不了衙门的事物。 刘氏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,胡青青明知顾问道, 弟妹,你不让你大哥去参加科举,难不成是你不信你大哥自己能考中? 笑话,我大哥他怎么会考不中? 别说县令了,说不定还能考个知府大人回来。 既然弟妹你大哥那么有本事,那就自己去考好了, 何必去求别人帮忙呢?你说对吧? 冷哼了一声,黑着脸,刘氏气得起身就往外走。 呸,我就是认识心灵了,这有什么大不了的,谁稀罕呢?呸。 今天回来了,晚上终于能躺在床上睡觉,只是油灯刚熄灭, 徐行的大手就伸过来了,不仅搭在他腰上, 还得寸进尺,整个将他给抱入了怀中。 早上顾青青从徐行怀里爬出来,小脸也是黑的。 相对于小媳妇,徐行昨天晚上睡得很不错的样子, 今天要去镇上给他娘和二姐他们买粮食和吃的。 顾青青就和徐行两个人一道,坐牛车去了镇上。 徐行要去红运楼,顾青青就在外面等他, 很快徐行就从红运楼里出来。 走吧,我们去买东西。 跟着徐行,大米买了二十斤,糙米买了二十斤, 精面和粗面,顾青青加起来买了三十斤, 还有半篮子鸡蛋,看了看,觉得这些东西差不多了。 红杏却还像之前一样,身上衣服脏了, 全部都端来叫顾宁秀母女帮他洗。 顾宁秀,也以为分了家了,就什么活都不用干了。 我告诉你就算是分了家,你们还是要多给我干活。 我这盆衣服,你赶紧的,给我拿出去洗了。 要是洗不干净,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行行,你这个行。 楚红杏捂住自己的小脸,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 顾清清又是一巴掌。 记住了,你下次要是再敢对我三妹动手, 你打他一巴掌,我就打你两巴掌, 你打他两巴掌,我就坐得你满地着牙。 看着盆子里的那些衣服,顾清清上前去, 就直接将盆里的衣服踹翻在地。 楚红杏简直是惊呆了。 秦清,你这个小贱人,我和你惊了。 记住了,今后,你要是再敢让我娘和三妹, 帮你洗一件衣服,我就会把你的所有衣服, 全部像今天这样,一件不剩的都撕成碎片。 三妹,你们已经从楚家分出去了, 那楚家的事也和你们没有关系了。 还有,那个楚红杏要是再敢掐你, 你就打回去,别就知道老实地站着让他欺负。 二人正说着,沈氏就病病歪歪地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秦清,女婿,你们来了。 沈氏见顾清清两个人大包小包拿了不少的东西过来, 忙一脸诧异地问。 秦清,你和女婿拿的这些是什么呀? 我和相公给你们买了一点粮食过来, 这些大米和面粉你们先吃着,等你们吃完了, 我再给你们买了,娘,还有这个, 这里面是我给你和三妹,他们买来的鸡蛋, 你和三妹的身子都不好,吃点鸡蛋也好补补营养, 那楚家人都不是东西, 我给你们拿来这些吃的,你们要藏好了, 特别是鸡蛋和白米。 秦清啊,你怎么和女婿一起给娘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来? 娘,三妹,你们身子都弱, 总不能只吃苍米和粗面吧。 沈氏还要再说些什么? 徐行在这时候开口道, 娘,秦清说得对,这些东西我们拿来了, 你们就只管吃就是了。 孩子,你对娘好,娘知道, 可如今你和女婿成亲了, 你们小夫妻二人需要用银子的地方还多着。 还有,虽然这次你给娘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过来, 女婿她没说什么,要是次数多了, 女婿难免会有别的想法, 这往后,你也就别再多浪费银子, 给娘买这些金贵的东西了。 娘,你就放心吧,我有分寸。 宁秀挖了一点, 抹在身上,当即面上一洗。 大姐,这个药膏是什么药膏啊? 怎么用着这么舒服啊? 这药膏是相公给我的,不用着好, 还剩下一半,想着给你用刚好, 就给你拿了过来。 到徐家,低头看着自己的一双小腿, 腿上的疤痕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 顾晶晶暗自欣喜, 要是将这个药膏卖出去, 那她就可以对比收入了。 看见徐行,顾晶晶立刻问, 相公,你可知镇上最大的药铺是什么药铺? 徐行走过来,刚要说话, 目光却落在了小媳妇的小腿上, 粮食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。 老三,老三媳妇,你们在吗? 顾晶晶忙将自己的裙子放了下去, 她刚出来,就看见一个老妇和一个孩子, 原来是来找她看病的。 有徐行在,顾晶晶给老妇说完方子, 徐行也在一旁,帮她把药方写好, 送走老妇,顾晶晶将一包白色的粉末拿出来, 终于在今天将她做了出来。 有了这个牙膏,那她以后就再也不用那盐来漱口了, 耳边传来徐行的声音。 这,这是牙膏? 诶,三嫂,这东西不仅三哥认识,我也认识。 徐明轩不知道从哪钻了出来。 难不成这儿的人还见过牙膏? 三嫂,这东西镇上就只有基安堂才有卖的, 我听说这个牙膏啊,是陆夫人做出来的东西, 说起来陆夫人还算是一位神医呢。 听说京城凤王府的消息,当年被毁了容, 京城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, 可最后居然被那个陆夫人给治好了。 徐明轩还在讲那位陆夫人的事。 五弟说陆夫人也会做这种牙膏, 难不成那位陆夫人也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? 五弟,那位基安堂的陆夫人也是住在镇上吗? 怎么了?难不成那位陆夫人有什么不能见的? 三嫂,那位陆夫人可是当今的侯爷夫人, 别说你了,就连那镇上的心灵老爷都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她。 算了,这话当她没说。 诶,三嫂,这个牙膏, 基安堂卖的可不便宜呢? 我听说基安堂一年就卖这个牙膏, 都赚了不少银子呢。 既然你也会做这个牙膏, 不如你也拿来卖啊。 反正她明天也要去镇上卖她调配的去八糕, 正好可以一起拿去试试。 那你们可知道, 镇上最大的药铺是哪家药铺? 当然是基安堂啊。 徐明轩想都没想就说出来。 镇上有一家叫做饱和糖的药铺, 虽然它在镇上的店铺没有回春糖开得大, 但是听闻这家药铺的掌柜是京城来的。 除了这边镇上, 她在别的地方也有不少的药铺和生意。 三哥, 你咋知道这么多啊? 我也是几年前听闻书院和我一起读书的一个好友说的。 这么说来, 这保安堂的生意才是做得最大的吗? 听闻顾清清会做牙膏, 粮食也是很吃惊。 老三媳妇, 没想到啊, 娘都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, 居然还能再一次见到牙膏这种稀罕物。 娘, 这款牙膏你们就拿着先去用, 听完了, 钥匙不够, 我再另外给你们做。 晚上吃过饭, 顾清清刚回屋, 徐行就停下来看着她。 清清, 你怎么会知道牙膏制作的法子? 要是我说, 这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, 你信吗? 不过好在徐行问了一次之后, 也就没有再继续问她。 第二天要去镇上卖药膏, 顾清清也跟着徐行一起去镇上, 徐行嘱咐她自己要小心点。 徐行走后, 顾清清根据徐行说的位置, 很顺利就找到了饱和堂, 于是顾清清走过去,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 走走走, 赶紧走啊, 我们掌柜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, 要是你不是来抓药的, 赶紧走啊, 可别在这挡着我们做生意。 火急见, 顾清清还没走, 骂人的话还没说出来, 看见顾清清手上的银子, 眼睛都直了。 要是你能想法子, 帮我见到你们掌柜的, 那这两银子就是你的了。 小娘子, 不瞒你说啊, 这药铺的掌柜, 就连我们想见都见不到, 药铺快三年了, 不如我去帮你, 叫我们管事的过来见你, 你看如何? 你要是能帮我, 见到你们管事的, 那这半吊琴就是你的。 小娘子, 要是你真想见我们管事的, 那就把刚才那两银子给我, 要不然, 我可就送客了。 这送上门的银子你都不要, 那我就去找别人帮忙好了。 小娘子, 等等等等, 那我们可先说好了, 我帮你见到我们管事, 你就把你手中那半吊钱给我。 顾清清坐在外面等着, 一会儿后, 伙计从内堂返了回来。 我们管事的在二楼, 你跟我来,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见他。 这姑娘你来找我是有何事? 管事的, 不瞒你说, 我今天来贵药铺, 是来找你谈生意的。 他这个话说完之后, 男人眼底写满了怀疑。 这是我自己调配的, 除去疤痕的药膏, 要是将它抹在身上, 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疤痕, 都可以去除。 你要是不相信我这个药膏有用, 那你可以先去叫人试一试。 这么说来, 你拿来的这个药膏, 当真能去除身上的疤痕? 管事的, 俗话说, 爱美之心, 神佳有之, 我这个药膏正好有去除疤痕的效果。 要是贵药铺, 买下我这个药膏的配方, 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少人来买这个药膏。 姑娘, 只不过空口无凭, 在我不确定你这个药膏, 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效果之前, 我是不会买的。 那行, 就按照管事的, 你说的吧。 年轻男人见顾清清还没走。 怎么, 莫非姑娘你还有生意要跟我谈? 之前顾清清把手中还剩下的那个罐子, 放到了她的跟前。 这不是那个季安糖卖的药膏吗? 管事的, 你可说错了, 这可不是季安糖的药膏。 你可以看一下, 我做的药膏, 应该还是和季安糖有所区别。 不知这药膏的配方, 姑娘你打算如何卖? 我听说这药膏, 天下的药铺就只有季安糖在卖, 而季安糖一年大概能因为她赚多少银子, 我想你大概比我有数。 果然, 跟前的男人在同她耗了一番之后, 终于点头答应的。 行, 但是这件事, 我还要同我大哥商量一下, 这样吧, 明天早上你再过来一趟, 到时候我们就把合约给签了。 接下来, 姑亲亲决定去买一双棉被, 就去了布庄。 姑亲亲刚回到家, 梁氏就立刻满面欢喜地走上来。 老三媳妇, 你回来了? 诶, 你和老三晚上冷? 娘, 天冷了, 我就去镇上买了一双棉花回来。 老三媳妇, 你昨个不是说想吃猪血吗? 没想到她家儿媳妇一听说是你要猪血, 当即就送了你一盘, 娘已经给你拿回来了, 梁氏又问姑亲亲。 对了, 老三媳妇啊, 你的那个牙膏拿去镇上的药铺卖出去了吗? 算是卖出去了吧, 今天我去药铺, 掌柜的不在, 管事也做不了主, 她说要把这事给掌柜的说一声, 少明天再去一趟。 嗯, 嫂子, 你这个猪血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啊? 粮食也很是至今。 哎呀, 对呀, 老三媳妇, 你这个猪血是咋做的呀? 怎么做出来一点腥味都没有, 还这么好吃? 娘, 这猪血我今天做得多, 有半锅呢, 你们要是喜欢, 那我再去盛一碗给你们送过来。 徐行进屋之后, 也看见床上多了一床被子。 你今天买了棉花? 对呀, 你不是说你冷吗? 我现在多买了一床棉花回来, 你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冷了。 只是让顾清清没想到的是, 徐行熄了灯之后, 刚躺下就又过来抱着她, 徐行的头又很熟练地往顾清清的脖子上蹭了蹭, 晚上又被徐行抱着睡了一夜, 顾清清早上从徐行怀里爬起来, 看着她问。 你说, 以前你是不是趁着我睡着的时候, 来抱过我。 徐行却看着她, 低笑出来。 有吗? 什么时候啊? 由于管事昨天吩咐过, 所以, 顾清清今天很顺利地就跟着火鸡上了二楼。 姑娘, 我大哥不在药铺, 昨天我已经和她说过了牙膏的事了, 她让我今天在你来了之后, 就带你去见她。 男人在前面带路, 顾清清跟在后面。 大哥, 我把人带来了。 听说, 你从吴言的手里, 拿了我饱和糖三成的利润, 姑娘倒是好本事啊。 公子, 你过奖了, 昨天能从饱和糖拿到三成的利润, 那也是多亏了, 贵药铺的管事承让。 男人漫不经心地开口道, 虽然昨天是吴言答应了姑娘你, 给你三成利润, 但我却并未同意。 你的牙膏, 本公子最多给你两成的利润。 掌柜等, 昨天我可是和贵药铺讲好了, 药铺的管事也答应了我, 虽然你是这个药铺的掌柜, 可却不能出尔反尔吧。 姑娘, 这个药铺从来都是我说的算。 掌柜等, 虽然药铺的事情是你说了算, 但是我手中药膏的事情, 却是我说了算。 姑娘, 除了寄安堂, 也就饱和堂的生意做的天下都是。 娘, 你是聪明人, 要是同我饱和堂合作, 本公子的生意遍及天下, 到处都开有饱和堂的药铺。 你要是选择和别的药铺合作, 就算他给你五成的利润, 怕是拿到红利也不及饱和堂的多。 要不要合作, 就看姑娘你自己决定呢? 不得不说, 捡钱这个男人, 他真是一个老狐狸。 可行, 两成就两成, 就按照公子说的办吧。 签好合约之后, 顾清清和跟前的男人一人收了一份。 这是什么东西? 本公子做药铺的生意多年, 为何却从未听说过小苏打这个东西? 顾清清在心里偷笑。 小苏打是制造牙膏的关键, 按照我说的做, 就可以做出这个叫小苏打的东西。 牙膏的生意谈完, 顾清清这下打算回去了, 就在顾清清上马车前, 秦文言突然看着他问, 姑娘, 不知道你医术如何? 要是姑娘你医术好的话, 那秦某倒有一件事, 想要劳烦姑娘你帮忙。 顾清清想到刚才签合约的时候, 解释完之后, 秦无言又正色道。 我祖母这几年请了不少名医来给他瞧闭, 始终不见好。 不过在下, 见姑娘你不仅会调配药膏, 还连那金安堂的牙膏都知道制作的法子。 想来姑娘你的医术应该也不差, 顾想请姑娘你帮个忙。 顾清清故意狡黠一笑, 想要让我帮你, 不知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? 如若姑娘, 你能治好我祖母的头疼之急, 那你的那个去除疤痕的药膏, 我保证给你三成的利润。 你确定你能做主药铺的事吗? 也到时候又是你大哥说了才算, 那我岂不是又亏了? 只要你能够治好我祖母的病, 我有法子帮你办到。 让马车离开, 顾清清刚刚也没有贸然答应秦无言的话, 毕竟目前她还没有看过秦无言的祖母。 老三媳妇, 你咋是坐马车回来的? 那是谁的马车啊? 娘, 这马车是镇上那个药铺宝贺堂的马车, 昨天我不是去宝贺堂卖了牙膏吗? 今天去签合约的时候, 那个药铺的管事好心, 就顺便叫马车送我回来了。 晚上徐行回来, 顾清清同她说起了今天去宝贺堂的事。 相公, 那个宝贺堂掌柜的姓, 倒是挺少见的, 姓凤。 姓清, 当亲皇上也是姓凤。 岂不是今天那位宝贺堂的掌柜, 也是王公贵重? 姓清啊, 这是这个月红运楼给我的月钱, 你拿去收着。 嗯? 这个银子怎么多了几两? 这个月啊, 我多帮掌柜的做了些事情, 掌柜现在我做得好了, 也就多给了我几两银子。 相公, 贴底了, 我也要去红运楼拿咸鸭蛋的分成了, 你说我这次去, 能拿多少分成啊? 这次由于顾清清是去红运楼, 所以夫妻两个人同路, 意外的竟然从账房那里拿到了五十六两银子的红利, 说起徐行他爹的生辰, 五弟徐明轩突然对顾清清道, 对了, 三哥的生辰好像也是这个月, 嗯, 不过这么多年来, 三哥他从来都不过生辰。 是吗? 为何相公从来不过生日呢? 因为三哥中毒的那天也是他的生辰。 难不成, 当年的事其实还另有别的隐情。 顾清清打算帮他娘和妹妹搬走这事, 还是决定告诉徐行一声, 没想到徐行听完之后竟看着他道, 清清, 这件事正要和你说呢, 前几天我就托人去帮我打听过了, 在楚家村的隔壁啊, 有一处没有人住的茅草屋, 还是半新的, 我已经去看过了, 那个地方虽然不是太大, 却有着四间茅屋, 你娘和两个妹妹搬过去住也够了, 顾清清给了徐行十两银子, 第二天徐行就把房契拿回来交给了他, 顾清清欣喜地拿着房契, 有了这个, 那他明天就可以去帮他娘和妹妹从楚家搬出去了。 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人听话的, 要是把老子给伺候舒服的等咱俩成了亲, 说不定我还能对你好点。 顾宁秀这下直接吓得魂都没了。 救命, 救命, 滚开, 你别帮我。 这个贱人, 看我不打死你, 叫啊, 你使劲叫啊, 你就算是喊破了喉咙,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, 快, 快来让大爷乐呵乐呵。 顾宁秀被男人按着, 动都不能动, 就在这时, 屋子的门哼的一声被人踹开。 谁啊, 谁敢来坏老子的好事, 看老子不打死他。 顾宁秀惊慌失措地乱踢乱喊。 走开, 走开。 阿三妹, 是我, 是我。 大姐, 大姐, 那个楚大全, 那个楚大全他。 徐明轩又一脚狠狠地踩在了楚大全身上。 小爷我当初不是告诉过你们楚家人了吗? 怎么, 你当小爷我说话, 是在奉批是吗? 楚家人也在这时跑了过来。 干嘛呢, 你们这是干嘛呢? 哎呀, 大孙女, 大全好歹也是你的小叔啊, 你一个做侄女的, 怎么能联合外人来对自己的小叔动手呢? 顾宁秀听见楚老太的声音, 似乎是想到什么。 大姐, 娘, 娘和亲戚都被那个楚家人给关了起来, 你快去教他们。 秀儿,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净说胡话呢? 乃不过是将你娘请出去同他商议一下, 你和大全的亲事而已, 乃这不也是为了你好, 为了你和大全的将来打算? 楚大全对顾宁秀还没死心。 大侄女, 你也看见, 你妹妹顾宁秀, 她的身子都被我看过了, 你也不想你三美金后就没人要了吗? 秀明轩一脚踹到楚大全的腿上, 直接将楚大全踹得双膝跪地, 楚老太心疼自己儿子, 也吓得大叫了一声。 你这是干嘛呢? 我楚家的痴, 轮得到你一个坏人来插手了吗? 没看见我儿子, 正和你嫂子的妹妹商量亲事啊。